媒體報導 郭台銘跟韓國瑜 就是侯友宜應該整合 郭台銘跟韓國瑜 朱立倫對侯友宜說 有權利的人才能解決 到底誰有權利 是侯友宜有權利 還是朱立倫有權利 這個報導意思說 朱立倫意思說我沒權利 你侯友宜有權利 你又是被徵召人 你又是憲被傷 你去整合 國民黨說電影情節 沒這個事情 並沒有侯友宜跟朱立倫 為了誰來整合 產生衝突 國民黨否認 朱立倫也說這叫 憑空捏造 惡意造謠 黨主席是全力以赴 我是全力以赴 來整合他們的 侯友宜也說完全沒這回事 國民黨有民主DNA 好 那麼柯智恩說 內部數據 其實侯友宜並沒有輸給柯文哲 而且他們預測說 侯友民調會低到7月上旬 然後就開始反轉 因為這個時候藍軍可能歸隊 然後侯友宜可能正式被國民黨提名 因為現在很多人還想要被換 會不會換別人的 所以還在那邊觀望 藍營有換侯的聲浪 盧秀營說我在台中 就有人去問盧秀營 你會不會取了帶子 盧秀營說我在台中在轉大人 我是照顧轉大人的 所以我走不開 我哪有時間去管別的 我是管台中而已 另外因為今天警察節 侯友宜也向退役警察喊話 打死不退守護中華民國 什麼換我 怎麼換得了 我這邊不肯退 看你們怎麼換 我們看一下 傳出侯友宜團隊跟朱立倫團隊 在整合郭涵的議題上 發生嚴重爭執 侯幕僚與朱立倫幕僚 在某次內部對接會議上 侯應當場質問 朱立倫曾答應 提名後會幫忙擺平郭涵整合問題 為何主動聯繫後 還是無法與郭台銘韓國瑜見面 如果這是一個電影情節的話 我們尊重編劇所有的編劇 但是跟事實是完全不符 希望大家不要再惡意造謠 我們現在不是需要造浪者 我們是要把造謠者一定要找出來 完全沒有這回事 我們每次開會 就像我再次政府開會一樣 每個單位都有不同的意見跟想法 也不要去無謂的挑剔 大家的衝突 電影情節朱立倫認為沒真實上演 侯友宜也批評別見縫插針 但主席口中的造謠者說的還不止這些 稱侯團隊不只對黨中央 媒邦整合不開心 甚至還對立委提名人選有意見 諸團隊也互主回籍 提名是主席全責 主席說了算 有共識只是必須 但如何逆風高飛 主帥仍是關鍵 再來的台大演講 慘案重演 上回政大期中考試力 即將到來的台大期末考 好地好好努力 來 俊兄怎麼看 這個侯友宜事實上 他要善用他的優勢 他的優勢就是現在新北的這個市長 新北的問題如果說他可以建立 可以建立他的一個領導的一個 大家對他的信心 他是 他是不可能調到現在變排老三 那我給他一個建議 這個當然會被民進黨拿回去 抓回去打屁股 怎麼會教他這麼好的這個事情 我教他怎麼樣 既然這個慰藥案 對他那麼樣的影響那麼大 以他新北市市政府的職權 他是可以全面清查 我不管你中央你知道嗎 我全面清查 幼稚園本來就歸市政府管的 衛生局也在管這些事 從食物到整個全面 甚至我連國小我通通都可以 我新北的這個預算人力 本來就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我公佈這個資料 我看誰還有話要這樣講 我哪需要去等你什麼司法調查 哪需要等你什麼衛福部 所以他要展現他的這個權利 你知道嗎 如果說真有權利就是市長的權利 至於整合不必 或許國民黨的文化 跟我所處的民進黨 長期下來的文化可能不一樣 選舉還要整合 你不停你就走 對不對 你要離開 國民黨就離開 你知道嗎 民進黨就是這麼一回事 或許 我不了解國民黨 所以你就是要讓自己展現出來 你是一隻夠健全的母雞 就這麼簡單 你不是靠什麼郭台銘來拉台你 你什麼靠誰來拉台你 韓國瑜來打 靠山山倒 靠地條 死滴霧 我跟你說 靠別人就是搶不了 打不了江山你知道嗎 賴清德也一樣 所以外面在講一大堆什麼 這一次他的徵招 怎麼樣 碰到性騷 我跟你講賴清德的個性 就是可以獨當一面 你知道嗎 他根本不甩你蔡英文 我跟你講 還要誰外傳誰去跟他告獄狀 幹什麼 那都沒效 你知道賴清德他的優勢 就是他願意承擔這些責任 所以你會利用你這個權力 去好好好 如果說這是一個假的訊息 這是一個不要說烏龍 是政治的這個演戲 政治要設計你的一個計謀 你一下子把他打破了 不要讓我們這些 我家裡有三個小朋友 三個小朋友 我第一天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的媳婦跟我講說 那還得了 趕快 我幼稚園要注意一下 這個全國恐慌幹什麼對不對 你侯友宜是機會 這誰都替代不了你 所以不要只是什麼 不要以而傳而 不要什麼假消息 你這個什麼打假辦公室在睡覺 講那些都沒有用 你就親自好好指揮去處理這個事 大家也幫你打破了 民進黨不會處分你 上個禮拜五 我就當面跟何余建議普查 你有這個權力 當面普查 他說我在做了 我說你要公佈對不對 賴清貞也說 你應該有醫療 我也在做了 做都要公佈 他就很客氣 你知道嗎 我要尊重檢調 尊重檢察官 偵查不公開 所以他做非常低調 因為現在選總統 不是選新北市長 所以不過我看他這兩年 是有改變 有比較積極一點 就是說基本上 本來就是應該這樣 而且我要帶領全台灣 我雖然全職只有新北市 我新北市普查 而且我要求 甚至我可以呼籲 全台灣都應該普查 你的領袖其實就出來了 對不對 另外我同意 就是說你整合過來 整合過去 自己民調衝高 自然就容易整合 自己民調衝不高 就很難整合了 來 宏慧 不過我又特別講 當然你說要不要打炸 打假 因為現在民進黨真的 我覺得非常惡劣 因為是不停的在放假消息 因為剛剛巧欣講的也很多 比如包含很多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開完記者會說4月就通報了 4月通報在哪裡 你們拿得出證據嗎 拿不出證據的時候 我沒有講 我沒有說 還有包含戴偉山 因為戴偉山他是新北市議員 但是他也是賴清德的發言人 你今天在你的臉書上 說這個是呈現陽性 你連人家的檢驗報告 都不會看 有一個刮鬍是檢 64 檢 事實上就是證明是陰性 你連這個檢驗報告都搞不清 它到底代表的是什麼 然後你就說這個驗出 而且是陽性 你要不要道歉 我想請問菁英偉 這樣狀況就是造成人心惶惶 你今天不是只有新北市而已 確實這個全國很多的家長 大家都人心惶惶 難道這些政治人物 難道造謠者 他不應該負起責任嗎 所以你今天就是說 對賴清德來講 他也是這樣聽信 民進黨這些立委講一講 賴清德自己也造謠過 說4月就通報 就現在賴清德不敢講 因為他發現說根本不對 因為民進黨的立委在胡說八道 他這樣跟著胡說八道 所以你自己要搞清楚 我一直要呼籲檢驗單位 我知道現在檢驗單位的壓力 非常非常大 大家講說全國家長人心惶惶 我現在聽到是什麼 很多幼兒園也人心惶惶 教保員也人心惶惶惶 大家都知道 你當你送孩子過去 尤其現在有時候感冒很多 你都會把藥同樣的拿去給老師 說你到了5歲的時候 5歲前你要餵藥 現在很多教保員 幼兒園不餵藥 對不起 藥你自己拿回去 請問一下 小孩子有沒有辦法按時吃藥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必須去呼籲檢驗單位 今天不要去介入這些 所謂的政治操作 我今天講這個話 不是為了侯友誼 而是你可不可以 想想我們現在的家長 想想我們現在幼兒園的處境 如果大家都處於這樣的 如此的互信不足 而且謠言滿天飛 而這個謠言是來自於 這些政治人物 然後造謠之後 也不道歉也不說明 我覺得今天不需要 為了一場總統選舉 你去埋葬了 我們現在的家長的權益 跟小孩子的權益 還有包含幼兒園 教保員這些老師的權益 所以我們真的是說 因為侯友誼他自己本身 警察出身 那個警察辦都這樣 教保來 他們也是配合檢查 而且這件事情 因為新北市在第一時間 就是5月15號 他立刻就是跟地檢署去通報 然後就覺得說 要做司法調查 當然他自己也應該做行政調查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已經看到 在這一場所謂幼兒園 大家都說關心孩子 保護孩子安全 但是裡面充滿了 這麼多的政治權盟 選舉權盟 我覺得這個是 對不起我們這些孩子的 小龍 我覺得有一些的 不要因為這件事情 就把很多過去的地方政府的 總體表現給弄混了 我不知道 就新北市好像有很多話講不清楚 這10多年來 我在我的工作上面 其實我一直很注意右托的部分 全台灣 右托做得最好的新北市 當其他的地方縣市 中央說的大家都要開始辦公托 其他的縣市都推托 預算都編不進來 新北市從朱立倫到不知侯友 從朱立倫時代 就把大量的資源一直撥 撥到托育的部分 因此你現在去看 每年不管是天下等等所做的評比 在幼兒托育上面辦得超級好 不是好 是超級好 是新北市 好到什麼地步 全台灣的右托有超過一半 都在新北市 換句話說 在新北市的很多的父母親 其實比其他的縣上好很多 我告訴你六都裡面 斯托辦最爛的高雄市 如果全台灣評比最爛的嘉義縣 我不是在刻意分藍綠 但是它裡面確實 有很多的地方政府嘴巴怎麼講 你隨便聽 今天沒有錯 新北市現在出現了這個案子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說 它是辦公托 辦幼幼托 全台灣辦最多 56%的幼幼托 都是在新北市 新北市是砸大錢辦的 好吧 出了事就解決 不過不要因此就覺得 好像新北市這件事做的 不 新北市過去 是花了非常多的精神 把整個的幼托體系建立起來的 公托是第一名 私托也都是在第一名的位置上面 只有他 至於說侯友宜 我覺得侯友宜 可能是當檢察 當警察 因為他一直適合當主官 當指揮官 出去了之後 反正臨場隨機應變 自己指揮 我過去在看他的時候 我覺得當他自己獨立指揮調度的時候 我認為侯友宜都做得很好 可是當到總統的時候 現在被提名的時候 我覺得綁手綁腳 當裡面有很大的問題是 郭台銘的動向未定了 現在他的民調裡面 我覺得有很大一塊是凍結在 郭台銘的位置上 就是很多的 包括藍營的 很多藍營的支持郭台銘 就是動在那邊覺得 郭台銘隨時有可能會一些的改變 你看到的柯文哲的民調上來 我也不意外 柯文哲的民調上來裡面 有很大一部分是對於 他跟郭台銘整合的想像 這個呢是接下去你要克服 但是不要等其他人 侯友要自己來